将交通安全知识一化建立观看平台 登陆追踪再犯的几率 用科技提升盗案成效 来看到的是新竹区监理所 设置货物装载线上看平台 和路口安全手游等 管辖的桃园还有苗栗站也都创新推广 获得了交通部颁发三座金安奖 新竹科技城将交通安全知识一化提升预防成效 新竹区监理所就获交通部颁发金安奖 首次侠馆的桃竹苗三线市大满贯连获三奖 今年我们在交通部的金安奖 一举南瓜了公路监理组单项成绩优秀奖的三个奖项 那分别是桃园市的第一组第二名 以及新竹县的第二组第一名 以及还有苗栗县的第三组第二名 那这个是创以往在监理所从来没有的 这一个监理所在所有的行政辖区都会获奖的一个肯定 考核包含推动机车驾驶训练 电动二轮车领牌纳管等绩效加 更在创新宣导上设计路口停让禁电贴 破除行人地域 创建货物装在线上看平台 要求不散装超载 违规者要登陆观看并追踪是否在犯 还用路口安全手游到校园推广 能双人PK或单人闯关 预教娱乐 我们发现我们用教条式的上课 小朋友其实吸收度是比较低的 那透过一个手游 我们灌输了他一些防御的观念 然后一些行人要走行人穿越道的这些观念 然后让他在从小就可以把教团安全的知识 深植在心中 那我们是针对货物的类型以及车辆的形式 像是平板车或者是框式车来设计这样的一个影片 那货运业他可以自主训练他的驾驶人 那除了这样货运业的适用以外 我们也推广到驾训班 桃园建立站建立无照驾驶亲测通报与辅导机制 苗栗站创设计程车共乘路线 精进道安 三线市同货金安奖成效显著